我们讲到金华城案 目前最新的进展就是呢 这个被关进去被压进去的这一批人 基本上两个月已经快要起满了 所以现在陆陆续续的在开延压停 曾经厅呢 昨天下午开了这个延压停 开三个多小时 最主要原因是他律师当然就非常强调 是他的身体状况 因为年事已高 先前呢其实身体也不舒服 去住院了半个月 然后后来再回来 但现在呢到底是否决定延压 这个法官的讲法 就是届满之前 下个星期可能会有答案 另一个呢则是印小微 是今天呢来开这个延压停 大概开了一个多小时 那现在也再次的缓压 现在其实呢 有非常多的被告几乎都在里面啦 那里面有这么多的人 大家就讲了 前面这两位都没有认罪的 那目前呢都是继续延压 柯文哲呢很多法界的看法 都觉得那就是延压定了 而且呢还有一个他的贴身帐房 橘子现在还没有回来 当然大家就要问啊 说你们现在到底要怎么样的处理 你们办案的进度会是什么 这明天我们的这个司法部长讲法是说呢 一切都是按照步骤来处理 但是处理过程让大家感到最奇怪的一点是说呢 这一次哈 有非常非常多的对照组 包括什么 包括呢 他在办另一个案子 就是政治现金案 李文娟呢也有再次的被预约谈 那大家就想问啊 现在是不是所有有捐钱给他的人都要再被叫以来 问一次话 今天上午出现在这个廉政署的是谢国良 因为他说呢 妈妈好像曾经有捐200万政治现金给柯文哲 那他现在就是现身来作证 然后后来呢他也转到了检方这边来做复训 但是他讲 今天我来这里是请假来的 但是基隆在下大雨 据说他中间开庭的这个中间的他还出来 打了通电话 问问看现在状况是什么 有没有要开设防疫 应灾防疫中心等等等 那我就想要请教一下蓝轩姐 因为这个其实某种层面来说 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曝光 那那个案子本身你就是难逃离所谓的政治 你怎么样来看 是我觉得重点在于现在看这个金华城案 我也真的就是看不懂的地方 也就是说到底所谓的延压 我也真的不懂 到时候可能不晓得听一看这个 我中间委员的说法 就是说延压到底是应该 你没有证据要压到有证据 你找不到理由要压到有这个理由 还是说你既然找不到 你就直接不起诉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但目前看起来整个状况的话 似乎就不是 就好像就是你应该要给他更多的时间 让他去换取更多的机会 去找到更多的证据 因为他的心证已成 他就认为说目前看起来 金华城案有这么大的不法利益 那我觉得当然 我觉得就明嘴的角度 评论者的角度 在外面看的角度 一定会觉得说 那么大的不法利益 你说里面没有人拿钱不相信 我觉得大概来说是这个基本上的概念 问题是没有人拿钱不相信 但是问题是谁拿钱你才相信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其实在检方的说法当中 看起来在过去这段时间 就是大家放放放声 我也不知道到底真的还假的 比如说什么潘震生副市长的妻子 看起来有金流 对 那这个应小威跟这个朱雅虎有金流 所以你看有几个有金流 但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其实已经足够你可能 找到证据要进行起诉了 那他可能就可以决定严压不严压 但看起来就是说好像 这个检方不以此为满足 他觉得应该不止这些人拿钱 一定还有别人拿钱 那个人就是柯文哲 那你找不到那就再找 所以再严压 所以目前整个的气氛就变成说 他有点像是那种 感觉算翻箱倒柜 然后这个上重必落下黄泉 约谈了无数的人 连潘震生约到了九个 他们说这个潘震生约谈的次数 已经破纪录了 就是说你一约再约 三约四约 那通常来讲说 如果通常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应该是一开始就会 有就有那没有会被你伸出有 是要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 是驱打成招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驱 照理来说不会有这个 驱打成招的问题了 突破心房 但是你是要怎么样的找 就是说感觉好像 就是你经常把网越洒越大 然后不断的去扩大你的 可能的去征讯的 去约谈的对象 那就为了一个满足你 现在似乎一个你不甘心 你不认为柯文哲是没事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 到目前为止蛮不能够说服人的 那当然对他来说 严压当然还是他的权利 他可以申请严压 但如果再严压 再两个月再没有 我不晓得这个时候伤害的是 检察官的声誉 还是整个中华民国的司法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 大家都会都在等着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对于检方来说 我相信他压力很大 那只是说这个压力大当中的压力 有没有政治上的压力 我觉得这一次大家好奇的地方 金华城案目前看起来就是 你也得等到起诉说 我们才知道全貌 毕竟我们看到周刊 虽然有的时候呢 真的就跟办案的这个联动性很高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生实性是什么 因为周刊讲的是猪牙虎认罪了 那所以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在扣押金华城土地案的这个部分 高院现在呢 是发挥了根材 他的原因是什么 他原因是因为认为 顶月开发所拥有的这个土地呢 现在基本上他说这个抗告成功 是因为他是无知善良的第三者 所以呢是第三者 那这个地方让游时会的讲法是说呢 他认为这个就叫做法律上面的断点 布局的套路其实很深 可是大家其实更想知道的是 因为后续应该检方这边 会再有一些的动作 那金华城到底还会不会持续施工 讲办案的说法是说呢 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样嘛 不予施工勘业 那他抗告成功 检方这边可能还会有动作 我们就等到后续最后的结果断定之后 才来说 台北市议会这边其实也有一些动作 来请教进行 是市议会这边也有民进党议员也有提案 希望在这个起诉前 或者是等等有公安疑虑的情况底下 然后让这个金华城去做停工的这件事情 那当然议员的这些提案都属于 要建请市府来做研议啊 或者是后来还要再送到委员会啊 等等大家来做一点讨论 不过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面 市府真的要依法行政啊 因为后续当然还有很多的法律问题等等的 这些呃 是市府必须去面对的 尤其在现在这个阶段 讲完做的任何一个决定哦 都必须要有法有理有据 这件事情才会对市府才是站得住脚的 那呃 不管他们怎么处理啊 我想在金华城这件事情上面 大家也看到了整体的事件 从呃 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浩浩荡荡过了两个月啊 这两个月以来呃 所有的这些媒体朋友到现在为止都已经把礼拜二定成要设闹钟的时间了哈 礼拜二要起床要干嘛 要看周刊啊 要看周刊说看这礼拜周刊写了什么 就知道接下来北检要做什么 诶 果不其然这礼拜果真验证了 大家记得谢国良是在什么时间点被媒体做这个什么揭露等等的吗 诶 就是周刊写的接下来马上就要被抓去这个连政署问啊 然后把所有的案子全部都套在一起 因为回想到故事的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包含政治现金木可或者是所谓的金华城 这三个案子基本上现在就是大杂烩 全部把你拉在一起 全部把你套在一起 用政治现金去套金华城 用金华城去到木可 所有东西都套在一起的时候 这故事就越写越完整 但我还是很想问啊 如果真的还要再继续做这个严压的动作 就是接下来的两个月 接下来两个月 请问这个故事要怎么写下去 如果真的都没有找到任何的东西 请问是在做什么样子的审查吗 还是要把所有捐钱给柯文哲过的 不管是小额募款 还是什么样子募款的人 全部都要抓来问一遍 然后再来确定 现在到底检察官希望拿到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月 真的给了检方这个两个月的时间 如果真的有证据 那就赶快拿出来 嗯 孟华 其实我觉得看到这个案子 目前检方所提出要严压的申请的理由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很多的被告跟证人都在外面 还没有到案 所以还需要很多时间去 前面的到案好像来说明 像其中一个就是橘子 橘子如果能够赶快回国 赶快到案来说明 我相信是可以让整个案子 赶快的清楚 不让继续来严压 其实严压对于检方的压力也很大 那当然他如果延压两个月 那其实大家社会继续讨论 那其实对整个案子 是不是一件好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也是 就是希望说民众党 如果真的想好好来处理的话 金流的问题 我们可以照理文中 他是九月底的时候 才被收押进去的 所以这个时间 可不可以整天被压了 然后九月底还进去 所以金流的状况 要如何来去说明 来把这完全整个案情来搞清楚 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那其实讲回来说 金华城到底停不停工 我觉得讲师傅 就是在拖延以拖待变 他现在说什么 就是不要去施工干燕就可以不干 其实师傅有非常多的法律 可以拿来 就是马上到金华城立即来停工 其中一个就是违反都市计划法 在监察院的报告里面 针对金华城的报告里面 其实就已经有明确的来提到说 他没有来依据 就是我们的都市计划法里面 来做相关的说明 在分区使用方面 其实师傅目前还讲不出任何的理由 到底他是如何去符合的 所以他就已经违反了都市计划法了 李四川他在九月的时候受访的时候说 如果有违反的话 就可以来停工 又说要等法院来判 可是法院是判刑事 他是判徒利 他是来判有没有徒利跟贪污 可是你在都市计划法里面 你违反了你就可以来停 我们可以看到中山跟赤丰的商圈 为什么民众做生意 你遇到这种事情 马上就可以被停 马上要来处理 马上就遇到了 就是违反都市计划法要来处理 结果一个金华城大集团 难道就不用吗 所以我希望北市府真的硬起来 好好来处理 当然这个厂商的部分呢 像中石华这边他说 他取得裁定书之后 他们会好好的来研习 那看到底这个判决 最后是怎么样来判 那另一个部分呢 则是北市府的蒋万安 说李四川现在会去要第三方来检视 先看看有没有公安的疑虑 那之后呢 他们会做后续的一连串 包括了议会这边 可能他们会有一些决议等等 市府这边在看 怎么样来做定夺 我们先进广告等等 回来要来聊一下 好我们刚刚一再的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柯文哲案 现在到底是办到什么样的程度 其实检方这边呢 只有在我们去问他说 谁是不是转被告啦 谁是不是证人 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他有回应之外 除此都不是他说的 全部都来自于周刊 所以呢在这个立法院里面 就连民进党的委员都出来了 说什么 现在靠科案吃穿就够了啊 统计已经累积了80篇报道 好罗志强的直接讲法 就是说现在是怎样 是你猫在玩老鼠吗 你敢拦一下拦一下拦一下 这样很好玩吗 甚至呢 还有立委直接呛正明签 都没有人外泄 那那些资料哪里来的 是鬼吗 大家想问 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很奇怪嘛 如果说呢 检方你也说OK你没有查 那查了就是都没有人来外泄 他就想问啊 那到底为什么 这一些的报道哪里来的 这一些的数字哪里来的 能够讲这么清楚 不是在泄密 那什么叫做泄密 法务部里面呢 大家就在对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说法 结果呢 吴思瑶在问他说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蓝尾在政治力干涉个案 然后他就讲说 压力确实变得很大 我远就生气了 因为已经好几次 这个郑明签部长跟吴思瑶两个 在那边一搭一唱嘛 好几次 那我就直接破题把它点出来 你们两个在搞什么鬼 包括之前就是那个 37位死刑犯 会不会被放出来回归社会 那吴思瑶他是要 他是希望由部长讲出来说 不会放出来 但是吴思瑶他问的问题 跟部长答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从法律上面来看 我今天早上也在问 检查总长以及部长这个问题 他们完全无解 也就是说这些人在不久将来就会都放出来 因为回归到普通法院就是无罪推定 所以羁押其实 根本不符合羁押要件 他们可能就会出来 那吴思瑶要带风向要去骗人民说这些人不会出来 他就跟部长一搭一趟 我当场就只好破他的底 那这件事情 这个是昨天发生的 就是罗志强他是在质疑反共部长说 为什么检察官的侦办的案子 会有大量的资讯到某周刊一直爆出来 然后他就质询完毕这个之后 就接下来中瑞雄委员跟吴思瑶委员就开始批 就是那个罗志强委员走之后 他就开始在批评说 国民党的委员竟然干涉个案 然后我是主席 我在那边听完之后 我当然我就很火就直接骂部长 因为吴思瑶就一直说 这个司法法治委员会的历年来最没水准的一次一届 然后又说到说 国民党的政治力干预司法 然后干预个案 然后这个郑明谦部长就跟着他一搭一唱 在那边说对啊我压力三大什么之类的 讲这些话 那后来我当然我就跟他跟郑明谦部长说 到底什么叫做干涉个案 我说如果今天干涉个案是什么 就是譬如说像以前陶检的检察长 然后去干涉一个 一个陈检察官他的公诉的案子 就是某一个医院的税金的问题 那个叫做干涉个案 但是如果今天一个 侦查中的案件的资料大量 资料大量的外泄 然后今天立法委员因为 资料大量外泄违反政法不公开 而去问部长这个怎么叫干涉个案 所以很糟糕的就是说 我觉得在我眼中这叫带风向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标那个部长 我上次跟部长讲 我说这真的很可恶的就是 我在立法院看到一个状况就是 不懂法律人都在这里装自己 很懂法律 然后懂法律人都来这里 都装自己不懂法律 他必须配合这些政客那边演戏 他也知道这不是干预个案 但是他必须配合着政治人物演说 这个叫干预个案 所以这是让我觉得 我很不欣赏的地方 所以当场我就是用这个理由去 直接就标那个部长 那今天其实我们对于总长 我们也是有很多意见 因为最近的违反侦查部份开始实在太严重了 而且受害不是只有蓝跟白的委员 或是政治人物 他是包括到绿营的政治人物也非常多人受伤 所以我就说各党都受伤的情况下 你到底要不要处理 但是我得到的答案还是没办法处理 因为部长我还是一样我问东他答西 我说这个你要好好的处理 然后部长说这个会经手资料的人非常多 院方法官也有可能 律师也有可能 当事人也有可能 然后地监署里面也有很多人都有可能 那我就问他说 那所以没办法处理 就没办法处理 那他又讲说 有可能是律师跟当事人泄露出去了 那我说以柯文哲这个案子来说 柯跟他的律师 有必要去把对自己不利的消息 大量的去给特殊的媒体吗 所以讲这个没有意思 然后再回过头来我们讲说 这段时间为什么大量的传很多人 传包括谢国庄市长 其实就是跟1500那个记载有关 那为什么1500那个记载 是随声碟里面的东西 却会被泄露给特定媒体 这个也很糟糕 那你今天完全无法自圆其说 就你推我我推你 然后到最后就是无解 那我今天问检查总长 检查总长也没有给我一个答案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 我今天我问了部长 问了检查总长 两位最高的长官 给我的答案就是无解 无法解决 那如果这样我们是不是考虑 就把修法修掉 把这大部公开修掉 真的啊 反正都大公开 对啊 那你为什么说 严格遵守法律的检查官 都不敢对外的时候 说这些东西 就一些坏蛋检查官 一直对外去抛资料 那干脆我们就说 大家都可以出去讲好了 是我要特别讲 这个是在民进党执政底下 发生的一个乱象 过去在国民党执政 其实没有这种侦查公开 然后这么大啦啦 跟特定媒体 过去没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民进党执政之后 这个现象就特别明显 而且之前是从起诉马英九 办马英九的案子就非常明显 这个王定宇就带风向说 过年的时候马英九就要被关了 或什么就是跟特定周刊 那时候就建立这个模式 然后我觉得这个都有 政治的操作在里面 来到柯文哲的案子 是更夸张了 就是比之前马英九的案子 又更夸张 你看柯文哲他被羁押到 现在已经多久的时间 两个月了 然后几乎每周一报 然后都有新的案情的发展 甚至他可以继续迷移 然后去写说 这个政治现金多少 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已经是到了太离谱 那今天的法务部部长跟检查总长 他们都束手无策 所以你看这个论坛算得刚刚好而已啊 就是可不可以教如何被媒体经营 就是是不是他们现在的检调体系变成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会大错基层检察官的一些士气 有些人其实也是看不下去的 那这当中是不是隐含一些政治力 就故意放水嘛 就是因为这个绿影执政 他就是要办柯文哲啊 所以你这样子跟特定媒体勾串连结刚好而已啊 就默许嘛 一直默许这样的情况不断的发生嘛 所以在这个司法法治委会 我觉得宗宪委员很辛苦 每次担任主席就要去栗战那一些 这个吴思耀这些人 其实也是很辛苦 那他们放任这样的行为 作为立法委员 你一句话都不吭声耶 然后讲这件事情 侦查本来就不应该公开 这是与法有据明文规定的事情 结果现在被公开了 委员去咨询 他扣你帽子说你在干涉个案 请问侦查不公开 这是不是我们法律明定的 是啊 那当这个法务部他没有办法落实的时候 立法委员不应该提出咨询吗 要求法务部部长你就是要想办法 那时候被媒体逼解 我记得只有那时候问过第一次的时候 稍微一个礼拜没有出现可文字而已 之后又固态不明了 又开始了 而且现在现超多的 举止也变成是很重要的人士了 然后政治人物有捐款 有捐政治现金的 我觉得他好像有点政治追杀的感觉 有捐政治现金的就一一刻意曝光 就是刻意曝光你们这些人 就恐吓你们说 以后看你还敢把你捐钱 给不是绿营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政治操作未免也太遏制了 是 向默哥 这个案子是牵涉到在野党的主席 牵涉到柯文哲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话题线很高 明星级的政治人物 他确实有很强的新闻跟政治能量 如果不是柯文哲 不是一个台北市长 不是选过总统的 不是即使到美国的时候 美国人都得要把他当一回事情对待的人 那这个新闻的强度不会这么高 那他已经被压了 而且压的过程我们刚才讲过 很戏剧性 一开始的时候无保请回 隔了几天之后再生压 就进去到现在为止就出不来 还准备考虑也延压了 那办这个案子的检察官都还是那些检察官 就还是地检署 那那些的卷宗 你有没有在调查当中知道新的事情 我不晓得 我只是说因为他洞见官瞻 而检查体系 一般的民众可能不了解 检查检查体系 它是司法行政权的发动 它是高度的一条边的 它是政治非常容易介入的系统 对检查体系 任何一个老百姓都不知道知道 当你卷到司法里面的时候 检察官就是站在你的对立面 是你在诉讼过程当中的对手 是你的敌人 当你面对到敌人所持有的武器跟手段 跟你不对等的时候 任何诉讼你都处在不利的位置 不管今天是柯文哲 或者是唐香龙 或者是谁都一样 这都是你要非常小心的 那这个案子因为一直在泄密 一直在泄露 每个礼拜都有进度 如果每个礼拜都有进度 而那个所有泄露的案情的方向 跟报道的媒体的政治取向 又高度的一致性 就是会收到这样一个爆料 很准确的爆料 很准时爆料的媒体 他的政治立场 跟他的兴奋感是一致的 仿佛每个礼拜都被喂了春药一样 如果没有打鸡血 那个礼拜不知道怎么过 当然大家就认为说这个本身 是一个党政减媒的一个高度的 一个共生的关系 这个怀疑应该很合逻辑 那大家最不了解就是说 你今天不管是检察总长 不管是法务部 不管是检察官 这种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两个月了 每个礼拜都发生 大家都在用这种的方式 才能够去稍微的跟上一点点的进度 就吃人家的剩菜剩饭 对 要记者干嘛呢 记者本身就是太胖 去把一些可能不方便公开 或者别人没办法得到的东西 凭着自己的本事能够多挖一点 那是记者的职责 可是能够挖得这么的整齐 挖得这么的 这么的就是完整 方向都没有错 我们在干记者干这么久 那基本上是被喂养 他是喂养 他不是跑新闻的本事 就算说这个记者特别有本事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 就是那侦办过程当中泄密之后 我不知道你检察体系 到底做了什么内控的事情 这是我自己我不在司法线上 但是我一直很好奇 总是看着许多的案件 他像洒骨血一样的 不停的被刻意的经营那个案件 他已经成为一种的事业在经营 生怕这个案子冷掉 因为媒体有需要 特定的媒体就是每天 每个礼拜很兴奋的 就等这一天 看有没有关于案情的新的爆料 但是你检察官检察体系 可以这样嘛 看着你侦办的案子 不停的在泄露 你今天告诉我说 律师可能会泄露 被告可能会泄露 谁可能会泄露 这我需要你来讲嘛 有可能看过卷宗人 大家都知道 但是就算这个样子 如果今天真的是被告的 律师泄露的 我就不相信你会放过他 我不相信你今天检察官的 会放过他 那个律师本身没有问题吗 或者今天到底是谁在 持续性的 非常有计划的 在放话跟操纵案件 媒体本身并不是重要 媒体只是个工具而已 但是呢到底呢 这样的一个媒体 能够准时拿掉 拿到爆料的内容 的背后的那个逻辑 是什么 你检察官终究呢 你是案件发动的 发动机关 你是发动机关 所有的材料 都在你手上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你做任何 足以杜悠悠之口的内控 告诉我们说你查过了 而且我不相信你要查查查 我说实在的啦 就是我不相信今天检察官 如果真的要去查谁 谁泄密 你所有的监听监控的手段 如果是对着内部的 我不相信你查不出来 检察官我们又不是没有认识 好 因此这个案子呢 关键在于是 如果每个案子 只要他是新闻性高一点 你就这样子搞 你要如何建立大家 对于司法的信任感 每个人普遍都会认为 这个案子似乎呢 检方就有定见了 我不认识柯文哲 我基本上只访过来一次而已 他最后呢判有罪无罪 对我来讲也没有这么重要 我在乎的是 最后如果不管 柯文哲是不是清白的 我告诉你司法不清白啊 我在乎的是司法不清白 这些的检察官不清白 这些的检察官 整个过程当中 我认为你就是呢 非常有清楚的在带风向 非常清楚的在操作整个案件 而检察官操作案件 当你是司法行政的 发动机关的时候 我就怀疑你背后的政治力 每个呢在检察体系里面 会升官的人 背后呢都有一堆政治的故事 那些我就当做呢 大家呢穿着附会呢 做一些政治想象好了 可像这种案子操作到这个样子 今天在检察体系里面的 能够呢一条边指挥的 哪个不律呢 当了这些的检察体系的 长官们都很律的时候 你要我相信这个案子 没有政治力 我不信 因为你连努力的做内控的 一点动作都没有 当大家就看到这个案子的本身 然后再看到每天 从下午到晚上 这个铺天盖地的讯息 大家就想问 后面真的没有一只 看不见的手吗 我们等等要来继续聊 在立法院里面 另一个战场 今天为什么会有 这个所谓的动员 立法院外呢 说动员来了千人 那现在最主要原因 是因为蓝英这边 他们说基层有很多不满 跟很多的声音 所以呢在今天 立法院内在做超野协商 立法院外呢 蓝英动员了 包括了农民 包括了原住民 包括了医护人员 因为跟这个健保点值有关系嘛 他们在现场 那喊的是什么 喊的是桌荣泰下台 最主要原因的是 因为高金素媒呢 他也来这边来帮忙助讲 说他觉得啦 就是民进党独裁啦 明明就是已经三毒通过 你也已经公告了 到底为什么不依法行政呢 今天这场再协商 目前看起来好像呢 里面的这个状况 是比较相对的 外面缓和一些些啦 因为听出 听到说好像柯总招 柯建民这边 他是请病假 然后傅昆吉总招这边呢 也是请病假 只有黄国昌民众党这边 是来到现场来做 这个相关的协议 但是也看到了什么 也看到的是 在立法院的大院外面 已经有五一战队 民进党已经先守在那边了 他们明天呢要去地案 要来跟你们做 包括总预算 包括了选霸法 包括民防法 这边全部都要党就对了 来你怎么看 我觉得民进党 现在好像觉得自己完全执政 就是那个态度 姿态还是非常的高 其实我觉得 这个赖清德总统应该知道 他其实是少数总统 那在国会呢 他也没有过半 所以其实沟通协调 这才是一个你现在执政党 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你看圆明补偿 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 坦白讲它不是一件大事 就是它其实预算不是非常的庞大 那但这个又是法律通过的 你就照办就好 因为在你政府的预算比例 真的不高啊 就十几亿啊 那你这一点为什么做不到 然后就是硬要在这一点上面 跟在野党 跟所有的原住民朋友 大家都杠起来 就是为什么 你觉得你的底气有这么充足吗 我讲过你现在是少数总统 你国会没有过半 那像这种就可邪 竟然法律都通过 而且你们吴立华 自己还提了这个 进法补偿6万 他还很高兴去做广告说 这个都是我争取的 你民进党的立委 当时都还自行提案 你们民进党也有很多立委 都支持他的提案啊 也都有连署啊 那这个立法院轰过的 你就照办就对了 但在这件事情 他就是硬要跟在野杠嘛 就是就是不从嘛 所以要闹到现在 整个总预算 现在就是过不了嘛 所以我怎么 我就怎么想 我都觉得奇怪 为什么要搬石头扎自己的脚呢 执政为什么会 执政到搬石头扎自己的脚 很容易处理的事情 你不是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让你的执政越顺越好 你才会有政绩啊 要不然我问 你整个赖青的 你从上任到现在 也很久了哦 那请问你有什么政绩 端不出来啊 你光是在预算这一关 就跟立法院杠起来 何苦来在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奇怪 就是非常的强硬啊 照道理来讲 我就最好的时间点是什么 当这个韩国瑜 用院长的高度 请大家到点水楼 然后大家吃饭 那一场你应该就要有方案 而且展现一个比较柔软的 吃完饭就解决了 这样不是大家皆大唤醒吗 不是问他有没有方案 没有带方案来两串交 然后什么都不给 我觉得为什么要搞到这样子 我真的是有点看不懂 那他们现在开始排队 我就不晓得他的政治用途在哪里 因为上个礼拜 事实上也没有过关啊 就是说如果要表决你要来文的 就是按表决器 我讲过嘛 你又不是过半数 是不会过的啊 就是总预算如果今天 今天还是没有协商的话 那明天在院会用表决的 还是不会过 我不知道他排队的目的在哪里 那除非民进党要霸占主席台 就是说他是明天又要去赞助 韩国瑜的位置嘛 就不让院会开 不让院会开总预算也不会过啊 所以他真的有想要让总预算过吗 我是不太懂他现在用出来的招数是什么 还是只是演给赖清德看说 你看我们立法院有战斗力 我们不只国民党可以排队 就是守住这个异常 我们也开始排队 而我是我是想问的是说 那排队是什么 你要瘫痪这个意识吗 瘫痪意识对总预算通过有用吗 没有没有用啊 是就是他到底是什么战略 现在看起来是焦土作战嘛 郭正亮他讲说赖清德是下一道死命令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就像刚刚委员所讲的 如果说呢 这个钱其实是可以挤出来的话 那为什么不加呢 这个郭正亮讲法是他认为赖清德 有下了一个预算绝对不能重编 不能让人家知道说 立法院通过了 行政院就一定要遵守 因为后面他比较担心那个 财政划分收执法 如果真的在修过的话 那个钱就多了 他觉得他着眼在这边 请教兰姐 我觉得是这个样的 我觉得顺着这个刚刚王玉民 我也讲到 就是我觉得其实我某个生活 因为我知道民进党在想什么 就基本上来讲他从在立法院也好 从在接龙市也好 你很明显的看得到他就是一个 不愿意接受选举结果的一个政党 就是他知道他是少数 他不愿意接受他自己是个少数 他明明输了 他不愿意接受他自己是输了 他在接龙他等于就是要选到赢为止 就那种概念 所以在立法院里面 他知道如果他进行是少数 而且他接受他是少数 而且接下来可能就对他来说 他觉得他打开了一个门 就接下来所有东西 只要举手表局通通都输 那他还玩什么呢 对赖金德来说 在蔡英文那个时候 是一个完全执政的一个 碾压式的一个民进党的执政状态 我认为他心里面很羡慕 某个程度来讲 对他到他的时候 为什么只有一个40%呢 就等于是他处处碰壁的一个立法院 对他来讲 他这个行政的推动 基本上就是会形成碰壁了 那所以某个程度来说 如果你是真的尊重民主的话 那你就进行协商 所以他有来有往 那所以有些不可以诉诸民意 也不见得说一定 就是一定说战予党 就会做一些很不合理的要求 但是我认为对赖金德来说 他的个性就是一个非常的执拗的 而且他某个程度来说 他就是不愿意去认输 不愿意去低头的 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基本上 就已经是用一个碰撞式的对抗式 而且我觉得更严重的地方 我看到卓隆泰他那天发那个脸书 卓隆泰的我们一起跑去就已经认识 他真的是一个蛮温和的 而且还算是蛮好沟通的一个人 但你看他现在是当了隔魁的时候 越来越硬 不是越来越软 是越来越硬 本来还说我是一个沟通隔魁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几乎他的话没有要跟你沟通的 为什么卓隆泰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他在设一个陷阱 我觉得这个陷阱很明显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他吃定的话他认为过去的在业党 尤其是国民党就很不会做认诉 又没有战力 然后又内部像个散沙一样 所以他认为他只要想尽办法去挑你 你就会掉进陷阱 比方卓隆泰他的说法 他说他假设不是去餐厅点菜吗 对 他讲的话基本上就是你来倒阁啊 你来倒阁我就解散国会 就某个程度来讲 其实这在现在很多的国家里面 都在这样子搞 你说当初苏纳克提前解散国会 结果呢他下台了 那现在的日本石破帽提前解散国会 他现在很可能自民党单独不过半 那大家还可以去结合其他的小党 或许可以勉强维持住一个少数过半的局面 但是其实大家都会去玩这样一个游戏 我认为对于赖清德来说 他不排除正在玩这个游戏 否则照理来说 卓隆泰不可能 他跟你那么温和的人 又嘴巴说要做一个沟通内阁 也才在跟韩国瑜才吃了一个和解饭 然后突然间就释放一个讯息 基本上就是说你来倒我哥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对于在野党来说 我认为要警觉 但坦白讲我认为在野党现在很警觉 我认为蓝银白银 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 以前的国民党 基本上真的很不会论述 但我觉得现在的这些年轻一代的 现在这一群 这一次选出来的国民党 包括这个委员在内 这个郁明委员 我觉得都算是第一个 萧永善战 第二个他们内部算团结 尤其是柯文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让蓝白之间 我觉得对绿营来说 这个棋你下的是对是错 我都觉得后面可以来重新做检验 他认为他要赶尽杀绝 他觉得他要先铲除 他2018年的对手 在某个程度来说 你即将让现在蓝银跟白银 本来未必会那么团结的 现在几乎没有分裂的本钱了 大家已经粘到 就是你浓我浓了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就是现在的这一档相当团结 再一个我觉得论述能力 我觉得现在的国民党的论述能力 民众党论述能力向来很好 我觉得国民党论述能力真的好很多 不管是他的表达上 他的方式上 他的及时的应对上 都没有像过去民党那么好欺负了 所以过去民党是赢在嘴巴 他现在还想赢在嘴巴 很难了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话 我认为他是在挖一个陷阱 只是说现在今天 如果当这一档不跳的时候 这国家到底要怎么玩下去 我真的太好奇 那你要继续杠 你杠四年吗 现在才四个月就已经这个样子了 我觉得对你来说 他的做法就是第一个群众嘛 第二个司法嘛 所以明天我们就要看这个 宪法的法庭怎么宣判了 就是说司法是让你弄着玩的吗 你民进党嘴巴的所谓的民主 跟司法改革 这两个是现在为止 才光光执政不到半年的时间 被踩在脚底下践踏的这两个东西 因为对于赖清德来说 可能他觉得他现在手上这个牌不太好 我换一个牌也许比较有机会 迎面会比较大 但这样子真的百姓会同意吗 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聊 好我们讲到他们现在在守大院的门口 也牵涉到这个就是呢 现在传出他们里面有点点内后 什么意思就是要修选霸法啦 那结果王世间呢 他在中场问里面怎么讲 他说其实百姓没有那么喜欢选举 你不喜欢四年换掉就好啦 马上就被炮轰耶 后来他马上出来说 没有啦谁敢公然反对党 我是民进党的 我一定跟着党走啊 请教一下香榮哥你怎么样来看 他一定会跟着党走 这毫无疑问的 党的立场只要出来的时候 王世间即使在媚蜀 他是一个很狡猾的政治人物 他很懂得在镜头前面表演 就算是这样的王世间 也会很乖的 王世间从来不会叛党 放心 所有的表演 不管过去跟柯文哲 跟马英九吃定在野党的豆腐 最后捞捞的盆满钵钵满 那他绝对不会叛党 所以在要不要修 那就清楚的表态就好了 当早有民进党 不是只有王世间 王世间只是让人家觉得 他好像比较跳动 可是基本的 基本的调子都是一样 民进党不会有人叛党 只要以今天的赖清德 哪怕他只有40% 赖清德只要把他的立场讲清楚了 那就是整个党每个人的立场 这是民进党的特性 所以去讨论 民进党的忠诚度是没有意义的 民进党每个人都很忠诚 民进党每个人在关键的时刻 那件事情的是非根本就不重要 党的立场最重要 就是这样吴立华委员 他现在是跟大家讲说 哦没有哦我其实跟党这边立场是一样的 但问题来了 其实呢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立法院里面 这样子的一些纷纷扰扰 那昨天呢闹最多的是什么 是大家一直在问他 李远 好我们的文化部长李远就被问到 他现在说这个是个难题啦 原因是昨天很多人中午呢 都是在看那个转圈圈 就发现怎么转我就是转不到票 周杰伦的演唱会呢 现在说在网络上面的黄牛票 已经含叫到四万五 但我知道的是还有更高的 因为我有听到比如说几十万的 我还有听到呢说 你要不要拿一张票来跟我换 大安区这边的房租租房 我可以在抵一个月什么都有 各式各样都有 甚至现在呢说还有最大的黄牛集团 动作很快已经抓到了 但其实在立法院里面 你们其实是有成立一个所谓的 就是抓黄牛的办公室 大家就想问文创法也修了 去年也上路了到底为什么一点用都没有 请教委员 因为这个很难抓嘛 第一个这不好抓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抓到以后 他又要求民众 他要求比如说民众来报案 他要求民众提供你购买黄牛票的记录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实际去购买 你拿的那些票号 然后一些收据你才能够去报案 这样一连串搞下来 其实谁会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嘛 抢票已经很难了 然后我还要花时间去帮政府去抓这些黄牛 然后抓到以后 他的处罚又很轻 所以这种杀头的生意 一定会有人继续做下去 那当然啦 其实文化部他有建议 就是说这些企业 是不是以后改实名制来购票 但是这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大家诈骗案件那么多 如果你实名制你填资料 那会不会动不动你资料又被卖掉 我说我已经遇过好几次了 就你网路上面购物 然后后来资料被流出去 又别的人来跟我 都收一些东西什么的 我就觉得 以现在这个状况 你说要鼓励大家走实名制 我说这只会让大家更害怕 然后抓到处罚又很轻 又非常的难抓 一连串的下来 其实黄牛票这个 我一直觉得 这个生意会蒸蒸日上 他很难说有一个有效的压制 我现在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网路上有各式各样的 比如说你要跟我买周杰伦的票 你还要跟我买谁的票 还有配票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都有啦 那甚至呢现在也看到了 说最大的这个黄牛夫妻 落网了爽住五星级饭店 那光是周杰伦这一次的这个门票 他已经预收200万 那你就知道 这里面是真的有利可图嘛 文化部呢跟大家讲说 你们可以来检举啊 可是问题是 你必须要先提供你实际购买的 那就连你们自己的这个饭云都在讲啊 说这个是不是太严苛了 你这个要抓你要怎么抓 没买就不能抓 那我也看到了就是 有绿营这边的人士讲说 不会啊你可以拿这个检举奖金 但问题是 你这一些所资多 手续繁复 根本就是没有意义 所以文创法那个时候说 是要抓这些黄牛 上路一年 结果只罚了75件 甚至上次国庆呢 真的就是因为江蕙唱歌 有人在卖票嘛 那后来讲法是什么 是说啊因为那个呢 没有实质的这个贩售 然后呢因为呢网络上面呢 有很多的这个讲法呢 就是说哎 你不知道没有实质的交易 那这些都不算 甚至抓到的时候也是轻放 来请教一下静 当然这个大巨蛋开幕之后 接下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演唱会出现 而且一次就是卖十几万张的票 那一定又会再出现昨天这样子的状况 我自己也在这个电脑前面抢票 然后结果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马上你就看到有人说哎他因为有事情 所以要售出这个票 哎这想想就觉得很奇怪啊 那售出了这个票 他就用手续费去叠加他的这个费用 但是那个手续费就是差额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必须要来处理的事情 那不管是文化部或者是地方政府 大家一起合力来做 当然与其你做的这个执法一定是最末端的手段了 前面的源头要怎么去控款这件事情 也是应该文化部跟所有的经纪公司们 大家好好坐下来聊一聊的 其实我们邻近的这两个国家 日本跟韩国他就有非常好的做法嘛 所以呃当很多歌迷们 大家急急急想要去大剧站看演唱会的同时 他们这样守在电脑前面去排队去买票等等的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提出一点更实际的做法 让更多的民众才知道说 我买这张票到底想要进去看这个周杰伦或是张惠妹 或是看张江惠演唱会的 是有实质的这个意义的 像日本韩国他们的做法在你买票 验票的同时跟你进场的同时 都是要实名制的 这三次的手续就会让很多的黄牛有一点点却步了 或是有一点担忧跟考量 所以其实日韩都有这样的做法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台湾应该要参考啦 对但文化部长李远他的讲法是 他越来越讨厌周杰伦 然后说没有啦 就是因为这个真的一直被问 所以我才会开这个玩笑 但真的到他牵起来真的是插话 因为你就是在那边 你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就按没有 然后部长这样告诉你 你觉得有解决方案吗 来请教 其实我觉得文化部这个文创法 他们上路一年来 当然有很多可以检讨的地方 因为其实我的助理那天也有看到 就是网站在贩卖这个黄牛票 去填了那个文化部的检举的平台 结果他发现说 你必须要填到几号 几须几号 那其实很多的 你还没买到票的过程中 你实是不会知道 那么多详细的数据 其实范云委员在直询的时候也有讲到 所以我觉得其实呢 文创法的规定 那个检举平台 你是有好好来经济你的地方的 不过文化部至少有踏出这一步 开始注意到这个黄牛的问题 因为讲回来台北市 是大巨蛋 我觉得大巨蛋最近开幕之后 大概陆续注意到这个问题 其实去年呢 我在台北市议会的时候 在亚警赛的时候 我就有跟我讲王安来提醒说 就黄牛票这个问题 台北市政府 有没有自己的方法 就是来杜绝来处理呢 其实那时候 讲王安跟我讲了一句话 警察会抓 那好他抓了这么久 好抓了一年了 他终于在今天 在我们周杰的演唱会 终于抓到了 一个一对夫妻的黄牛 那我觉得其实在前段 有更多的方法 刚刚静莹讲到的 就是实名制 日韩都有在做 这其实可以增加黄牛的成本 虽然说你很难去完全的更绝 不过其实我们周围的那么多国家 大家都有在做 我觉得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都可以好好的来提出更好的方法 我觉得台北市 我们根本讲了那么久 也不止我在议会讲过 静莹也讲过 很多议员都讲过 你黄牛票怎么办 你不过每次都要警察去抓 那这次抓到那下次呢 你要抓到什么时候 那你要抓两个 那其他那么多 你抓得完吗 我就想说台北市 我们大巨蛋 是大家注目的焦点 好好的来看 我们怎么样来杜绝黄牛报的状况 你怎么加入我 你最后再给我 你越来越来蛮 你越来越怪 你越来越来越远 你越来越你们了 你越来越大